各位网迷老友好,欢迎又来到Layman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12月12日,一年一度的浪琴标国际赛的大赛日 真是有外队麻来参加的 四场国际赛的赛事,相信各位可以过足弃马引 另外那些场次都要和大家量一下马仔 Layman先祝各位明天有一个愉快的大赛日 当然当然要赢马 说到Layman的频道真的要花大量时间 Layman也是一个马迷,也是一个讲真心话的赛马台 希望可以获得大家的支持 说到大赛日,第六场二班千二米这一场赛事 今天浴城赛马系列,选哪一只来跟大家讲呢? 都是选择高东尼马房那一只,要做加州星球 这一只马就有一场马退出 他就补上,博杀就失手,就跑第二 连同上季的新马赛,今季插三班 其实都没脱过Q的 更加被人予以这只叫做星球马的加州星球 今次就初上二班了,减10磅 另外就连续执两枚的外档 今次就执了个五档 不过Layman一早都说这只马 其实前段就未必一定是很快的 上季和今季开始和大家看的时候 都说他要队很久才在外档下来 前一场这只加州星球 就是开到一个叫做45秒1的快步速 回到最后的几步就顶不住那只心之恒 那只五门齐就骑到不知所谓 其实这一场马就像心之恒、同乐日、五门齐 好运堡马这些,其实都是动日升 都是交到一些不错的表现 而这一场的步速 也是可以说是很快的 45秒1 回到来就输了个短马头 就给那只叫做心之恒的马 其实心之恒也是一只季内很准的马 这一场他就是45秒1 就顶不住了 被人过了,看看他怎么跑 这条片看过很多很多次了 看看这一只加州星球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他 虽然整天在报纸、马会网页、沿途走位111 但他整天出来真的要赌很久 赌到900米左右才能拍到你 上季新马也是这样 今季也是这样 但是今天就升班背轻10磅 再游十几档 就收拾了个5档 若然你说马再有进步 减了10磅 不用在外面咳过来 给马顶 里面有四只马 希望他今次背轻了个磅 若然真的放快一点 都可以顶久一点 高东来的加州系的马 都是可靠的 再加上这只马 放到45秒1回到来 其实他越打 他仍然有在顶 在富与横抗的 虽然心之恒看上去 好像读定过去这样的款式 五门齐那些就算了吧 但是过去也不是很轻松的 就是最后一步才被他过了 再去到上一场 这一场就放到45秒1 去到上一场 里面在会员场合作 如果当日那只当家精神 万一真的不上 就要拿双胆拖 因为这一场马 加州星球 就是以一个主动的跑法 就放到46秒1 就足足慢了1秒 就是比刚才心之恒那一场 是慢了1秒 所以你看到他 真的以一个无敌的姿态 就在三班赢马 就是强调一点 在三班 大家看看 那只当家精神 是相当之没什么诚意 去跑这一场马 那当家精神一出来 就不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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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那加州星球这一场 45秒多被人抵抗 他要剪很久才能过来 那这一场就放到46个多 里面快马了 真的少了很多 所以他比较轻松 之前他剪到900米 他这边去到1000米 他已经是埋到难了 所以相对来说 就省了一些脚力 也放得时间比较慢 所以赢得是比较轻松的 那只当家精神在这个位置 那当日这条Q是师傅答徒弟 大家都知道 着格了 加州星球答九韵 一Q回来 师傅答赛仔 少赛 放到46个多 慢了一整秒的时间 回到来 当然是比上次顶心之恒的姿态 就轻松了 其实潘顿也很轻松 看着格拉底 都不好意思 都不知道怎么骑好 就赢了回来 今天第一次升到上来二班 减了他10磅 其实减10磅 当然是有利的条件 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地方 就是十几档 变了5档 不需要再像上季季初 和今季季初 那一场 要剪到900米才能够到来 不是内门说的 1200米 今季第一场初出 我叫大家打赏 要小心一点 其实这一场上季也是这样的 一出来的时候 他真的要占了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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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去到900米才能够到来 其实他前速不是很快 不要常常以为 他走位是沿途111 就很轻松就能够到来 那这里是985 984 983 981 981才能够到来 那我看看上一场 上那几场 不要说一场 可以做到45秒多 摆到在头1、2、3位走的马 其实是有的 是有的 不过他那个档位来说 有些初出的就不敢说 他那个档位今天是5档 再减了他十多磅 所以就以 不过要跟大家提提 高冬尼马房今天是出两个的 因为潘顿做不到磅的关系 他就找徒弟仔去骑这只加州星球 反而那只加州雷电上次是徒弟仔骑的 我记得我买了四重彩 和大家出心水 就是会员片那里 他最后的一步 就被那只醒神封了 其实他只是输半个马位 其实这只加州星球上一场 放到这么快 他自己也是放到45秒多 不是说好像当日 当日加州星球有一场是45.1 其实这只加州雷电 亦都可以放到45个多的马 但是在档位上和磅位上 都是好像加州星球的条件优胜一些 潘顿上次赢加州星球 就不能复杀加州雷电 上次博输了蔡明啸的加州雷电 就复杀了师傅的加州星球 所以今天以一个浴城赛马系列 希望贫着减了10磅 由12档收拾了5档 希望里面起码少一点 这只加州星球 所以这一场浴城赛马系列 虽然搓上来二班 再骑士大兜乱 马房出一对 还要是一对同系的马 但是我相信这只 有条件去选择 高东尼马房 这只加州星球 希望蔡明啸 放头好好发挥 这只加州星球 那先跟大家讲一讲台务 有些新会员的朋友 今晚会有个雷文事前Live 是会员版的 大家进到这里 打雷文 打到雷文 进到雷文这个频道 用手机或者电话 进社群 今晚大约9点钟 我会放今晚的直播连结 凡是赔了一天 10点我会做直播 另外赔了前一天 也有一个直播 另外新的会员 包括这些会员的专享片 分析了整场的报处 整场的形势 都在这 有时有时 新会员就进来雷文的频道 去到社群那里 好像回家打开雪柜 可以找到一些会员片 直播连结 甚至是做完直播连结 那些重心长刺 四连四横脚 那些和大家参考下的赛事 重心赛事 都会在社群那里发放的 希望新会员 就能认识到社群那里 那些新会员 那些会员 那些会员一直支持 那些会员 更加要说声多谢各位 那大赛日就到了 那些会员祝各位 欣赏到高水准的赛事之余 不要搞这么多万步促 另外最重要是有些斩获 快要圣诞 希望各位有圣诞礼物 请不吝点赞